那接着上面上一集可给大家讲的内存和硬盘的 他们之间的一个这个比例和它的一个速度的差别 我们来继续来补充一下这个演示 这个演示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咱们直接打开一个工具啊 来看一下这个内存和硬盘 他们的速度到底差别多少就可以了 咱们呢直接可以啊利用一个工具叫做Everest 比方说大家呢可以自己去下载这个工具啊 来来来测试Everest 好我们呢就简单的来测一下对吧 这个内存和硬盘他们的速度到底怎么样 性能测试内存的读取啊 我们来测试一下 他现在啊正在测试当中 好这边测试已经完成了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我的这个内存 它的是属于D23800啊 其实属于相对比较老的一个内存了 它的内存规格 它的读取读取的速度是5236兆每秒 也就是呢五五点多个G一秒钟 写入的话呢差别也不会太大啊 那么这是内存的一个速度 大概有个概念五个多G硬盘呢 我们这边工具底下一个磁盘测试 我们来选择一个硬盘测试 比方说啊这个随机读 随机读呢对硬盘的要求更高一点 因为呢它在寻止会更更频繁啊 那么直接开始 注意啊这边的block size是4K啊 这个对硬盘的读写速度要求更高 相对它读的文件都是4K4K大小的 速度所以会很慢 30多兆啊 大概有个印象 我们先停止了 这边呢我们把这个block size设成大一点的 我们设成一兆 我们来看看啊 结果又是怎样的 现在是30多兆 200多兆对吧 设成一兆的 这个相对于它每一次读取的这个文件呢 一整块一整块的这个大小要大一点 那么它寻止的这个频率呢就会低一点 所以这个速度很快 好 先停止 200多兆 我那边是五个多G啊 而且我这块硬盘是固态硬盘啊 我这是固态硬盘 所以呢 是英特尔的SSD的固态硬盘啊 它会很快 200多兆 如果是传统的机械硬盘 基本上也就是七八十兆左右的样子吧 六七十兆 然后而且读的是 如果是这个传统硬盘读4K的话 我们的固态硬盘读4K随机读啊 它呢是三十多兆 这是很理想的一种状态了 传统的机械硬盘读这种4K文件 可能就只有一两兆 很慢很慢 关于这个硬盘本身的啊 这个4K文件的读取和固态硬盘 机械硬盘 本身的他们的一些工作原理呢 大家自己去学习一下啊 有必要去了解一下这些东西 毕竟我们要做性能测试 对这些硬件还是需要了解的 我们现在啊就直观的能够看到 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别所在 就是这个 内存和硬盘的读取速度 他们到底差别有多大 理解了这个 我们才能真正更好的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想方设法 利用好内存资源 尽量减少对硬盘的读写 减少于硬盘的交换 包括我们以后自己的系统 或者自己来开发一些 小系统的时候 也要注意 一定要利用好内存 把内存利用到极致 而且另外再给顺便给大家提一下 如果说咱们的这个 硬盘 它的读写频率太高了 它对硬盘的损伤也会很大 而内存不存在这个问题 内存随便怎么读 因为它这种随机读写的机制 无所谓 很快 而且它不会说对内存条 有什么损伤 这种机械硬盘 特别是这个 有 辞到寻止的这种 传统的机械硬盘 写的字数太多了 或者说寻止的字数太多了 它对硬盘的损伤都是很大的 就是硬盘的寿命会降低了 包括现在最新的固态硬盘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读写的写的 特别是写的字数太多 它会对这种控制器 包括本身的这个盘片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利用好内存 利用好缓存 就可以减少应用程序 直接跟硬盘 直接读写的这种操作 把一些东西先一批量的放到内存里边 然后一次性的再写到硬盘 不过好在的话呢 对于我们现在硬盘来说 硬盘本身也自带有缓存 虽然我们操作的可能是 我们的应用程序是一照一照的 假设一照一照的往硬盘里边写 但是硬盘呢 它不会就这么忠诚的 你让它写一照 它就直接把这一照文件写到硬盘里边去 它呢也会利用自己的这样一个缓存的机制 你要让我写 行 我呢先把你写的这个东西先缓存起来 然后的话呢 大概在一定程度了 我再写 它呢也会有自身有一些缓存 所以其实我们要考察一个硬盘 它的处理速度 除了说这个寻止速度啊 除了说转速以外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缓存 包括其实我们要去考察一个CPU的处理速度也是一样的 对于一个CPU来说 咱们 考察它的这个频率 时钟频率以外 我们更主要的其实要考察 简单了解一下啊 这个呢 就是做一个知识的扩充了 对于CPU来说 它的处理频率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还有呢 它的内核数量 对吧 但是这些东西除了以外 还有一个它的一级缓存 二级缓存 甚至有些CPU还有三级缓存啊 的大小 越大 那么它呢 处理性能呢 就越好 如果这些缓存越大 什么意思 因为CPU其实它是和内存直接交换数据的 那么 当CPU的缓存越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相对于 这个 内存来说啊 缓存的速度 又它的处理速度 又远远的高于内存 这个CPU的缓存的处理速度 大于内存 而且啊 大的很多 内存的处理速度 大于硬盘 硬盘的处理速度 大于网络 OK 所以啊 大家理解这个程式关系 那么如果说 我们在CPU和内存之间 有多了一些缓存 这个时候内存相当于 它就不会和CPU直接交换数据了 因为应用程序会放到内存里边 然后呢 CPU处理完的一些数据呢 也会先暂时跟内存直接打交道 但是在这里 它们之间加了缓存 内存呢 把它需要的一些计算的数据 就放到缓存当中 缓存呢 再去和通过三级二级缓存 一级缓存 最终呢 才会和CPU打成交道 所以CPU呢 是一直是高高在上的 对吧 不是那个人 我都直接连话都不跟你讲 我呢 只跟一级缓存 直接做沟通 一级缓存呢 再去找二级缓存 二级缓存呢 再去找内存 这样一级一级 把一些东西呢 给存起来 就可以提升性能 我内存 我如果每一次 我都这样去给它提交 对于缓存来说 内存感觉你好慢哦 对吧 你这个内存太慢了 我呢 每次从你内存里边拿东西 我感觉太慢了 我呢 很顺手的就从一级缓存这拿 那一级缓存呢 它有机制 无论这边怎么拿 反正我呢 正常和二级缓存去交互数据 二级缓存呢 和内存 去交换数据 这样有了这样一些机制呢 就每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每一个这个硬件 都是很忙碌的 都是处于忙碌的状态 而且呢 就从它旁边 就可以拿到一些任务来做了 这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如果说 再把CPU直接和硬盘进行 这个 直接沟通的话 那简直这个系统 就没有办法想象了 OK 就是大家理解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去选择一个CPU 看它的性能 其实还需要看它的 一级缓存 二级缓存 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对硬盘来说 我们也需要去看它的缓存大小 除了这个硬盘容量大小和转术以外 缓存大小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方说 现在基本上一个机械硬盘的话呢 它的一个缓存大小 差不多都是16兆 32兆 是主流 缓存 因为缓存本身就会贵啊 所以它不会弄得太大了 那么也有些啊 这个机械硬盘 它的缓存呢 有可能达到64兆 但是啊 我们知道现在的一个固态硬盘 它的缓存有可能就是512兆 甚至一个G 这是固态硬盘的缓存 就这个固态硬盘容量可能就两三百个G 或者五百多个G 对吧 512个G 但是它的缓存 比起这个传统的机械硬盘来说 要大得多得多啊 这也是为了提升性能 OK 理解这样一个缓存的作用 那么我们后边的话呢 其实很多时候啊 我给大家提一点 对于这个缓存 咱们在进行系统集系统集不是代码集啊 所以系统集整整个运行的系统进行性能调优的时候 性能优化的时候 重点利用缓存 针对我们具体的某一个应用系统 这边啊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比方说你的系统可能就是一个简单 Apache web服务器 有可能是.net的整个IS的服务器 或者weblogic web sphere 这种J2E的这种重量级的大型的服务器都行啊 一定好好的把缓存机的字给利用起来 包括数据库也是一样的 数据库的缓存机制 我们好好的去利用 可以提升不少的性能 比方说Sixver的数据库 还有Oracle的数据库 大部分都可以去设置配置这些内核参数的 这些核心参数配好了 对于这个系统的提升是很直接的 很直观的 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效果的 我们讲为什么只是讲针对系统级的性能测试呢 自然性能测试的优化 除了从系统层面来说 还有从代码层面的优化 比方说针对一条CQ语句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优化的标准 比方说少用这些函数 少用一些聚合函数 尽可能一定用好 把索引用好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更细化的一些性能优化的方式 这种呢我们把它称之为代码机 代码机性能优化 比方说CQ语句式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性能试试关注点的时候 其实也提到过 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算法本身 大家可以去网上看到很多类似的新闻 比方说某某这个叫做某某团队 某某研究所对吧 通过这个一些算法的改进 那么让整个运算呢提升了多少多少效率 很多类似这样的新闻 算法 这就是纯粹代码层面的一个优化 用什么样的一些算法 而这种算法的使用 它的优化的原则也是 减少内存 用好内存 然后呢减少运算 无非就是这样一些原则 尽可能的少去使用内存 但是呢要把用到的内存要用好 尽可能呢不要去跟硬盘在做什么交道 把这个内存用好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理解内存的一些机制啊 工作原理 减少运算的次数 我们能花一次运算完的就不要花两次 能花一万次运算完的就不要花十万次 减少运算次数 减少运算次数决定了CPU的消耗 内存呢决定了我们的一个支援占用等等 SQL语句也好 这个代码的算法也好 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 这就是如果我们能成做一个程序员 或者说做一个数据库程序员 或者代码开发人员 高手和材料的区别不在于能不能实现功能 而在于对这些更底层的性能层面的一个优化 和运算速度的一个关注 材料可能就是用一些很烂的代码 把这个功能实现而已 但这个代码 它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执行完 高手呢有可能用很简洁的代码 很快的就把这个东西做完了 OK 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些基本的原理 这都是后端有关的一些指标 其实稍微啊 大家如果说跟不上思路的话 你会感觉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复杂的 这其实啊 还只是这个所有的后端性能指标分析当中的一点点 我只不过挑的都是比较重要的那一点点 很少的一部分来给他做做讲解 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样的讲解 大家可以翻来覆覆的听 对吧 慢慢的去理解 然后在网上多去找一些资源 包括我给大家一些资源 慢慢的去看 你把这些核心的东西搞明白了 其实在后边呢 没有太多的难题 你解决不了 就是说你的方向都一定是可以很正确的找到 你解决问题的方向 只不过呢就是说 花的时间 可能前期经验比较少的时候呢 时间要稍微花的长一点 但是你的思路 我们希望通过这几节课的一个 相对有点难度的这么一些介绍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清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也是我们基本功的一个锻炼 到后边我们遇到问题了以后 方向保证是正确的 好 那整个对于系统的后端的一个性能指标的一个分析和使用 咱们那就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